今天是11月26號九合一選舉的投票日 而記者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的競選總部周邊 而事實上呢 現在已經完成這個投票的這個階段了 也在接下來就會有開票的動作持續的進行當中 而事實上在黃珊珊的競選總部一旁 也陸續有這個支持的群眾來到現場 我們這邊就來請教一下 請問今天你們要來支持誰啊 黃珊珊 那這麼早就來到會覺得說 就是有沒有想跟他說什麼話 盡力就好 對啊 那會不會想跟他講一下加油一下 會啊會啊 因為我們每一場都有到 所以就是天天陪伴他 對啊 所以可以聽到其實陸陸續續有很多的這個民眾來到現場 甚至有這種每一場都到的支持者 希望來給他加油打氣 同時間我們也趕快來請教已經到場的 這個支持群眾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那我想問你們現在要來支持誰 黃珊珊 那會不會想跟他說一下就是加油 我們畢竟在這個投票日當天 加油 我們今天一定要當他的靠山 市民要站出來 那你們今天幾點就來這裡 我們三點 那會一路待到晚上囉 對會待到晚上 不管怎麼樣我們都要陪三三最後一領路 最後一領路都要陪伴著他 是謝謝 是可以看到其實很多的這個民眾是非常非常熱情 那究竟呢像是在之前的這個台北市長選舉 有藍綠白的撒卡都 當時是由台北市長柯文哲來勝選 這一次這個無黨籍的這個黃珊珊 能不能就像重演一樣 像上次他的柯文哲這樣的一個風潮 重新來這個當選呢 就有待等一下的投票結果了 以上是結果在現場的最近觀察